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六个掉法前照 小心秃头问题已经照上你 今天要来跟你说,你有没有发现你的头发开始变细了 头皮发痒,照在那个点光下面觉得头皮开始 怎么看得这么明显 生活作息不正常 天生又爱吃一些油炸物不辣不欢 又是烟酒不离神吗 如果你有以上这些问题的话 很有可能随着年纪渐长 照镜子的时候就觉得,诶,我的发际线好像越来越高了 你就觉得,诶,我的发量怎么跟你年轻的时候比 有一点点稀疏 小心秃头可能悄悄地找上你 今天就提供你六个秃头前照 让你来提早检视一下 那在实际进入主题之前呢 就在今天2月21号的晚间 台湾就传出个新的消息啊 H&M的姐妹牌叫做Close Close呢,进军台湾 怎么会这个消息呢? 其实根本没有看到任何的招牌或店面 但是他们在人力银行就贴出他们来找一些 就是Close的相关的职缺就释出了 让所有的时尚编辑们欢欣鼓舞 怎么说呢? 因为如果你有在注意时尚的资讯的话 又讲你有出国过的话 你就会知道Close这个品牌 绝对是每个时尚编辑的心头好 怎么说呢? 说到Close来小小的简介一下 它就是被誉为是H&M比较高贵一点的姐妹牌 价格比H&M高一点 但是呢,它就是强调没有logo 它就是没有logo 但是它的质感更好,更精致 非常适合品会很挑剔的你 但是它价格又不到那种精品等级 让你买不下去 但是又没有到H&M或ZARA这样子 这么评价或态换率这么高 它就是东西都是卖剪裁的 所以就是喜欢时尚的人就很喜欢这个品牌 可以誉为说欧美旅行必财点的一间时尚的店家 那既然讲到Close再细说 重头,它是呢 创立于2007年的服饰品牌 名字叫做Collection of Style 就是取自它们三个英文单字COS 然后隶属于知名的瑞典评价服饰品牌 在他们集团H&M底下 就是它呢,就是在精品跟评价时尚的夹杀之中呢 它找到一个中间的那个定位 就是然后吸取一些就是对于品位非常独到 就是更挑剔的 我不想穿平价服饰 但是我也不想买精品 但就是中间的这个价格 然后它提供给你更好的衣料检材跟衣料的品质 那这群消费者就是所谓Close的主要的not target 那他们的价格就是相对于Zara,H&M,Unicorn这些 一想到就是评价服饰 你第一眼就会想到这几个品牌再贵一些 但是我觉得Close的价格其实就是跟 你看Unicorn的一些跟大品牌联名的那个系列 什么PlusJ什么之类的 那些就差不多是Close的价格 一件上衣衬衫毛衣的价格 大概定调在台币1500到4500左右 外套搭一旦就是在3500 甚至最贵那种羊毛等级大概就是近一万 但我虽然不到评价 但是它也不到所谓的精品高价 就是你还是affordable 就是你可以小资组就是存一下下还是买得起的 这样它的衣料检材就是没有logo 所以不会季节感很强 你买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就是很有季节性 就是你不会觉得说穿这些 你明年再穿你会觉得很过激 比较脖子的问题 所以很多史上有的编辑很爱这个品牌 我自己本身在2014年去英国 就是自主旅行的时候 也是爱逛的要命 但是那时候就爱逛到不行 但是就是要认真挑 因为那时候英镑对台币相对比较高 所以买起来是有点胸中 但是你就会想要买一两件珍藏 因为它的剪裁 真的跟它的那个 那衣料就是真的是你摸了之后 你会觉得一分钱一分货 会让你想要投资 那我非常期待它进台湾 在此真心的推荐给你 这个叫做Close的H&M的姐妹牌 听说要录注意领衣 我听到目前的新闻的传出的消息是这样 那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那回到今天的主题 六个掉法前兆 小心突头问题已经找上你 第一个就是呢 一突然掉很多的头发 就是你的发量突然就是变少很多 怎么说呢 你有没有发现你早上起床 如果你的枕头是那种浅色的话 你就觉得起床之后 你的枕头上有什么掉满的头发 你要不去数过 如果超过20根以上 或者是你在洗头发的时候 你那个水槽 有没有残留50根头发以上 就掉落 在洗头发的过程中就掉了50根 或者是在催头发的时候呢 掉了20根以上 如果整天加钱 如果你有认真觉得说 最近的发量有点 就是你像掉的有点夸张 或者觉得说 怎么头顶有点稀疏 或是你的那个发际线 开始往上冒的时候 那你可能就可以去 根一根去数一下 你一天整天掉了几根头发 就是这几个地方去数一数 如果超过100根以上 而且发现近期 你的那个掉发数 越来越多的时候 那你就要稍微留意一下 你可能开始真的 有掉发的问题 然后可能秃头 有一天会慢慢的走上你 这是第一点 接下来第二点关于说 你的头发变细了 而且变色了 这个问题呢 其实很多男生 刚开始掉发的时候 你如果在顶光下 或在太阳底下 你原本头发就是乌黑亮丽 反正就很黑 很硬很粗 但是你有天发现说 你的头发可能开始 变得很细软哦 但是在阳光的那个曝晒下 你会觉得头发变成咖啡色 这个时候你可能要稍微留意 正常的就是发根呢 应该是呈现 原论蓬松的状态 你每天吹头发的时候 你不妨可以去 稍微检视一下 刚刚所说的 你吹头发的时候 可以去看一下 你掉了几根头发之外 你也可以稍微去留意一下 你掉的头发 是不是慢慢的 比较变细的状况 因为你以前吹头发的时候 你难免就头发会掉落到第一面 或是那个洗手台 那你就会知道说 你那个头发的粗度 开始变细了 或是颜色开始变浅了 甚至变白了 有时候就说你的发根 你的发根如果掉落的时候 没有变白 表示那个头发其实还是有营养的 它现在掉落表示 它提早掉落 合理来说 一个头发的那样轮回 就是它正常衰败到 该掉落的时候 它的发根其实会变得 有点偏偏白色 但如果你发现 你的掉发问题的时候 你的发根都还是黑色的话 那可能就是表示 这个头发还是健康就掉落 就是你有提前落发的问题 或者是我刚刚说的 你整根头发 原本是很黑色的 因为我们东方人 头发都是偏黑 你如果掉的时候 就已经有点偏棕色 或是变浅咖啡 变细 甚至变白 那或是男生的话 你的头发都是那种很粗硬 原本你的发量 是那种很粗硬的 钢丝头的那种发质 但现在开始变得 很细软的时候 那你可能稍微要留意 这是一个早期 雄性突的症状 你可以试着 就是抓一小撮头发 然后你把它用手卷 就是像以前那种 读书的时候 有些女生不是很喜欢 编考试 然后用一手在那边 卷她的头发 你稍微卷一下你的头发 然后放开 你看你的发丝 是否可以就是迅速的 恢复正常 如果它就是很慢 很慢才恢复正常 或是它就会卡在那里的话 那表示那头发 可能就是没那么健康 如果它很快 就可以恢复正常 很有弹力的话 那表示你的头发 还算是健康的 这也是个小小的 评判标准 第二点 头发变细 然后你头发开始 变咖啡色 再第三点 就是如果有 秃头征兆的话 可能会有这个现象 就是三 头发出油异常 就是头皮天生 就是会分泌一些 汗水啊 油脂啊 来滋润你的发根 就是正常的现象 但是如果你近期发现 你头发就是 永远都是处于一个 很油腻的状况 就是我说的是 突然 不是说你一起来 就是很油腻 那当然就是 那就没关系 但是如果你突然 这个短期间 或是 就是这阵子 头发变得很油 刚洗完不久 你就很明显感觉到 那个头皮出油的感觉 而且你知道油耗味 那你就去评断一下 最近是不是可能 压力太大 或是睡眠不足 或是你可能 最近可能工作啊 或是感情啊 或是生活中 可能遭遇一些巨变 所以导致你这样子状况 你可能要稍微去留意一下 有可能 排除刚刚说的那些 外在因素之外 如果你就突然变得 头发出油很异常的话 那有可能是早期 凸头的一个症状之一 接下来第四个关系说 调法前照来评断一下 是不是有可能 有凸头的问题 就是四 头皮屑 还有头皮会痒 会发红 你知道挥之不去的 头皮屑问题呢 就是刚洗完头没多久 你就无缘无故 觉得头皮什么痒痒的 然后头皮什么 感觉有一颗 一颗像是发炎 就感觉像痘痘 长在你的头皮上面 甚至有 那种洗完之后 你看到那照镜子 然后觉得你头皮什么 红肿 那这时候你就要稍微留意 你的头皮 正处于一个发炎的状态 或者是有可能 有细菌肝癌的现象 如果上述的这些头皮问题 一直反复的发生的话 那就有可能会引发 涂头跟掉发 所以你千万要留意 不要就是当作 啊没事啊 反正过几天就好了 如果它长期出现 头皮泻 头皮发痒 然后就是刚刚说的 像有痘痘张 在你的头皮上面的话 那可能就要稍微留意了 接下来第五个关系说 掉发前照 小心秃头找上你 就是五 头皮变得很紧绷 而且变得很硬的现象 如何判断 你的头皮是否变硬了呢 就请你就是十肢 手指头张开 然后用你的手指指腹 压在你的头皮上面 轻轻的 以画圆的方式转动 你就可以发现说 你的头皮 其实是可以被你的手指 给带动的 如果还可以带动 你还觉得说 头皮是可以被你这样 用手指移动的话 表示你的头皮 还是保有健康跟弹性 相反的 如果你手指 就直接放在你的头皮 上面就移动 手心觉得说 诶 那你都 轻微叮当 推不动 然后又很僵硬 那这表示 你的头皮 感觉就是 有点变硬的状况 你就直接摸 感觉 诶 我感觉碰到我的头骨了 就怎么推都推不开 那就表示 你的头皮 血液循环已经不好了 就是代谢变差了 所以要注意一下 你的掉发跟凸头问题了 如果你头皮变很紧 变很硬的话 这是第五点 现在第六点关于说 掉发前照 小心凸头找上你 就是六 发际线越来越高 怎样判断 你的发际线 到底算不算高呢 撇出你天生 你从小时候 就国小时候 你就知道 你的额头天生就比较高 就是那种 老夫子的额头的话 先撇出你天生的额头 就是那种很高 那种很饱满 那种状态的话 如果你发现 你的发际线 已经慢慢的往上 那到底怎么样去判断 它到底有没有往上呢 一般来说 你可以用照片对照 那是最简单直觉的方法 那如果你真的 诶 我没有照片可以对照 或是你不太清楚 到底你的发际线 有没有往上 基本上 一般来说啦 你的眉心 就是你两个眉毛的中间 到你的发际线 合理来说 应该是三指宽 就是把你的手指 比三指 然后放到你的额头 就是六到八公分 那每个人的脸型 跟你知道身高比例 不太一样 就是大概就是六到八公分左右 就是可以去参照一下 如果超过你的额头 就是放到上去 还有很多的空间的话 那表示你的发际线就偏高 那你也可以去评断一下 除了刚刚所说的 三指宽之外 还有是你的眉毛 到你的发际线 你也可以去评断一下 那你的就是眉心到鼻头 是不是这个距离 去比例一下 眉心到发际线 到眉心到鼻头 合理来说 黄金比例应该是 就是三对等 就是你的脸是三对等的话 那是黄金比例 但如果你发现你的额头 诶 怎么比你的眉心到鼻尖的 那个长度 还长出很多的话 那就表示你已经就是 发际线往后退了 那就稍微要留意一下 你可能 有秃头的一个前照 好了 今天就分享六点 很粗浅的 跟大家讲说 怎么判断 是不是 有调法这个问题之外呢 可能有点小小秃头的前照 要稍微去理解一下 跟稍微注意一下 你自己的头发了 好啦那对于今天的议题 你有任何意见跟看法 想要分享的话呢 不管此刻 你收听还是哪个平台 快去按赞订阅 那如果你是厂商的话呢 有任何的合作邀约 在资讯栏位 有信箱 或是叫我IG 私讯跟我联系 最后关于说 如果你是用Apple Podcast 收听 或是用Spotify 收听的朋友呢 快去按下 五星的评价 写下你的意见 我都去看哦 好啦这是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咯 请不吝点赞订阅